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明星大戰爭時間啦 好 那今天是我們11月25號的時候 那如果今天登入了我們貓咪大戰爭的話 你會看到我們這邊有一個 黑色星期五活動緊張登場喔 那也就是在我們11月28號到我們12月5號的這期間呢 會開放我們這個就是 大感謝禮包跟我們的白金券的開賣 那大感謝禮包的話裡面會有罐頭77777 呃 777個再加上我們的那個 啊 稀有券7張 那還有我們白金券的那個 呃 販賣啦 那這個基本上原本是我們日版的7週年的一個禮包喔 那我覺得就是Pornos公司可能就是為了要讓 就是大家台版的觀眾也可以跟那個就是日服一起同樂 所以基本上的話就是開放這個禮包給大家購買 然後讓大家一起同歡喔 那基本上我覺得這個禮包的話算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東西 因為裡面有白金券 白金券的話基本上就是可以就是 直接送你一隻超級貓貓的感覺喔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就是花一點點小小的錢來買上白金券 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囉 那最近的話因為那個日本的7週年啦 所以這邊的話大感謝禮包也變成我們的罐頭的777喔 所以我覺得算是一個滿好的一個數字啦 所以這個的話就是為了要讓大家可以跟那個就是日版一起 就是同樂 同歡的話 應該就是開放我們這個禮包給大家購買喔 那像其他一些就是什麼角色老虎機阿 或是一些就是其他的那些功能的話 可能真的就要等我們就是台服可以就是到我們7週年的話 就是再來期待一下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喔 因為其實角色老虎機的話他最大的獎當就是777啦 所以這一次的那個日版的7週年設計一個那個 拉霸機的話我覺得算是一個真的很不錯的一個就是象徵喔 我覺得真的很棒喔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繼續來打一下我們的真傳奇關卡啦 上次基本上我們是打到了這個西花拉半島 那前面第一關卡的話還算是滿簡單的 而且剛好是進化我們三階的那個法老 然後剛好就是打到我們那個不死敵人的關卡 所以還算是滿好令人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看一下西花拉半島 接下來要挑戰是什麼關卡 好 那接下來要打的是我們這個吉屋海獅喔 那吉屋海獅的話裡面的話是有4個問號的 所以這關的話我覺得吉屋海獅的話 也很有可能會有我們的海踏吧 因為畢竟是海獅嘛 不然就是海豹喔 所以4個問號的話裡面應該也是有一些滿兇猛的生物的喔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調配一下我們隊伍 我們就用一下我們就是打古代種的角色進去打打看看 看一下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子 因為真傳奇關卡比較可怕的就是我們古代種生物 所以盡量就是帶上一些能夠打我們古代種生物的角色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囉 所以我們這次的話就帶上我們拉麵王現代貓 還有我們的二人組 再加上我們的班長貓 還有我們牛仔 來打一下我們這個關卡 如果遇到我們就是海踏的話 因為海踏滿多隻一般的海踏嘛 那我們就用我們的好鬼 給一般敵人一個極大的傷害 讓他來打一波比較大力的輸出囉 那我們就用這套隊伍來打一下我們的吉屋海獅的關卡 看一下裡面長什麼樣子吧 Let's go 那如果他都跟前面的關卡一樣 都可以慢慢存錢或是存錢包的話 應該都還算是很OK喔 OK 那這關的話居然不是先出海踏 是先出我們這個異星有星的氣兒喔 那我們就先用我們的盾牌來擋住 看一下能不能擋住這樣子喔 哇 感覺好像有點可怕 因為他是機率性的會有傳送喔 所以我們盡可能就是疊多一點我們的角色 然後也可以在這關的時間先撐點錢包 因為接下來還有三隻角色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盡可能就是先撐點錢包這樣子喔 好 那目前感覺我們的小貓再加上強貓 好像是擋得住他的攻擊的 所以好像還不錯 那這邊的話我就不出其他貓了 我們就慢慢的讓他就是這樣卡住好了 因為如果出太快的話可能就是很快要去碰塔 欸欸欸 那好像不太好喔 要開始碰塔了 我的天 哇 莉莉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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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關的話看一下喔 碰塔之後會出現的是 欸 異星有星的氣兒 喔 異星有星的青蛙還有我們那個天使魷魚喔 那天使魷魚的話呢 可能就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 而且這隻青蛙的話基本上因為他的攻擊率好像也是蠻遠的 而且好像也是可以做一波傳送的 所以這邊的話可能也是會比較要小心一點點喔 好 那感覺這關如果帶上我們的那個 欸 帶上我們那個布蘭卡應該會很不錯的感覺喔 好 這邊直接處理一下我們的白屋後 然後繼續疊我們的那個盾牌出來 感覺這關應該也是還好啊 後面再疊一隻我們豪鬼 雖然這關好像沒有一般敵人啦 但是豪鬼的攻擊應該也是不錯的喔 加油啊 哇 這邊好像打不爆我們那個青蛙的盾啦 欸 等等 豪鬼直接被打爆了 太快了吧 哇賽 發生什麼事情 難道是我們那個天使的魷魚 喔 這好像有點強喔 沒關係 我們就繼續把我們盾牌疊起來 那這次因為我們沒有帶上小精靈啦 所以我們沒辦法破掉青蛙的盾牌 而且我們的豪鬼直接被打爆欸 發生假迷事了 哇賽 來看一下喵魔能不能就是把這個盾牌打爆喔 欸 可以 喵魔把盾牌打爆 而且也把青蛙給打死了 所以這關的話感覺 撐住就可以了欸 所以這關的話也是還蠻OK的喔 只是他的那個異星有精靜企鵝 跟我們這個天使魷魚的話 可能還是要再花一段時間來解決他 而且異星有精靜企鵝會一直出喔 所以那打這關的話是非常建議大家可以帶一下我們的小精靈系列 應該會更好一點點喔 難道要出劍殺了嗎 感覺有機會 那這關的話基本上我覺得青蛙給的那個壓力沒有說很大喔 所以只要把他們解決掉之後呢 應該就可以了 只是一開始的話你可能就是要先用一些盾牌 先來擋住一下我們那個異星有精靜企鵝的企鵝 啊如果你擋不住的話可能就會直接滅亡喔 但是擋住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疊一些就是比較厲害的那個貓貓出來就沒問題了 那白虎豪這邊的話是完全打一個超級無敵環術啦 所以就可以緩到我們天使敵人跟我們異星有精靜企鵝 所以算是一很厲害的角色喔 然後再加上我們異星就是小型盾牌輸出 就可以把這關給打過了 沒有問題欸 結果幾乎海獅裡面居然是沒有海踏的 我以為有海踏喔 結果直接獲勝了 太棒了 初劍殺啦 那我們今天搞不好可以打到兩關欸 來看一下下一關 泥丘之秧喔 這關卡的話基本上裡面是 唉唷 兩個問號更少了喔 這關的話感覺會非同小可喔 那問題來說因為我們這套隊伍也是打我們古代種啦 所以就繼續沿用下去 看一下能不能順利的再打贏我們一關喔 剛剛已經初劍殺我們吉乎海獅了 看一下能不能再初劍殺我們泥丘之鴨 來看一下裡面長什麼樣子 喔唷 聽到這個聲音 抱歉 抱歉 這邊沒有辦法了 OMG OMG 那個 那隻大泥的話我忘記要怎麼打了欸 好像是不是用那個阿 用戰田還是用什麼 但是我們應該要先解決的是那個 古代的犀牛 但是要想辦法該怎麼先解決好不好 哇 這關好像也不是那麼好打欸 感覺這關如果不打戰田的話 那隻大泥過來咬我們塔門就爆掉 而且這隻大泥我記得他咬出來 好像是會有波動了是不是 還是沒有 有波動的是哪一隻阿 是那個古代大泥是不是 沒關係我們現在先來調配一下那個就是 那個防止鑽地板 因為我記得他會鑽地板對不對 然後鑽地板就是要看一下暫停打法 所以就先來調配一下我們的那個 暫停不死不對吧 好 那我們就用這套隊友來試試看喔 因為基本上裡面剛剛看到的兩隻的話 大概就是我們古代的那個 那個犀牛再加上我們一隻那個 不死大泥 那不死大泥的話基本上應該會先鑽地板過來 那我們就看一下能不能用不死的戰隊 先把他暫停到原地 阿如果打不贏的話呢 我們就再繼續研究下來喔 感覺應該是蠻可怕的啦 因為畢竟這兩隻就直接出來的話 應該沒有那麼簡單喔 來看一下我們泥丘之秧 那這次完全帶上我們不死敵人的那個戰隊 來打打看喔 大泥的話我記得他好像是會鑽地板啦 唉唷 速度走得好像一樣快欸 那這邊有點尷尬喔 先派一隻大款牆貓過去看一下大泥有沒有鑽地板喔 好像沒有鑽地板喔 欸不行欸 哇塞 欸欸欸欸 哇靠兩隻 哇 力勒勒勒勒 完了完了完了 實實實實實 各位 太好啦 今天我們就先打到這裡啦 這兩隻 在跟我開玩笑嗎 欸鑽地板了鑽地板了 然後這邊我們班長貓也是順利的打出一個暫停的話 應該是有機會喔 但是 要努力的就是讓他暫停 欸欸欸欸 還在鑽 欸 會風光一直鑽的樣子欸 哇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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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看來 哇 一直在鑽 那這個怎麼辦 這真的是沒有辦法了嗎 難道要帶天使砲了嗎 唉唷 暫停了 暫停了 暫停到了 哇哇哇 這個暫停到其實不是一個好事情欸 因為 因為大泥會直接卡在這邊的話 也是蠻麻煩的 加油喔 班長貓 你可以的 加油 加油 哇哇哇哇 欸 這關真的是 有點誇張欸 他基本上就是打一個就是 你可能 哈哈哈哈 哈哈 歐買尬啊 來了來了 我們可能只能先放兩隻那個 班長貓在前面擋住那隻古代溪流了 哇 門店巨貓應該蠻多隻的啊 但是好像都沒有做到什麼用處的感覺 有有有 暫停到了 又開咬啦 我的天啊 加油啊 不要啊 太多隻大泥啦 喂 賣腦喔 哇哇哇哇 加油 唉唷 死了一隻了 啊 沒有進化 哇哩哩 哇哇哇哇 欸 這關完全拍不出 比較大隻的貓貓欸 唉唷有有進化死了 進化死一隻 可以可以可以 趕快趕快 海參 快快快快 快幹事情 欸 有機會有機會 趕快用出劍殺 那隻 犀牛 欸 真傳經關卡 真的很可怕欸 但是好好玩喔 這關真的很誇張欸 我的天啊 這大泥也太多隻了吧 哇哇哇哇 好險好險 應該算是扛住了喔 反正我們現在已經把我們那些 很厲害的暫停部隊都打出來了 所以 這關的話帶上班長貓 然後再加上那個 我們的那個 能夠暫停我們那個大泥的那個 電竹的貓貓 還是輸了 哈哈哈哈 還是輸了啦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有機會的喔 喔 剩5%欸 哇 差一點 那這關的話基本上打法應該是很OK喔 我們下一次再來解決一下 應該就是用這種就是暫停法 那 基本上如果就是要再打個穩定的話 應該也可以帶上我們一些 暫停我們那個就是連組啦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我們下一次的話再來嘗試一下喔 欸 這關真的是 很high欸 我的天啊 哇 尼丘之下 而且它不只有一隻我們的那個 不死大尼喔 它是很多隻 所以這邊的話大家要小心一點 而且 不死大尼的話 它基本上就是看到角色會一直鑽地板 鑽到你的塔前為止 然後直接一咬就把你塔給咬爆那種 所以 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但是基本上這關的話感覺 如果班長貓都有能夠成功暫停住我們的那個 古代新有的話應該算是很OK啦 那再加上就是慢慢把我們大尼給打死之後呢 就可以再叫出一些更厲害的一些貓貓 那主要來說我覺得 應該就是要把他們擊退吧 或是幹嘛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我們這個的話我們明天再來嘗試一下 明天 再來看一下 能不能順利把我們這個關卡給它打掉咯 好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覺得這一次11月28號要販售的這個禮報 你很有興趣 而且你也覺得很期待的話 可以幫我影片點個喜歡咯 那明天到10點中午12點跟晚上5點半 跟晚上7點晚上點點鐘的影片 讓大家來看一下啦 那就是現代見咯 大家掰掰啦